哈囉 拜別鼠年來到奔牛年 好不好 有些股票 碰都不要碰 有些股票拉回來了 比如說像金財 比如說像宏捷科穩帽 有些股票拉回來了 是我們的股票是我們的標的 在明年 謝老師會不會買回來 把節目看完好不好 祝大家牛年新春快樂 記得幫我按讚 幫我訂閱 幫我分享 甚至於幫我開啟小鈴鐺 明年見 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真言 你好 我是謝一文 好啦 揮別鼠年 來到奔牛年 什麼叫奔牛年 我希望他股市是往上跑的 我也這麼認為 只是在中間的震盪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要去過度參與 就好像我們前幾天所講的某些股票 就前幾天我們跟大家所聊的 就是說 某些股票你不舒服你就不要碰 你就不要留 對不對 再好的基本面籌碼不對 你也不要去碰它 比如說我們很愛的穩帽 金財 洪捷科 最後一天殺下來 大盤漲 大盤量縮 比昨天還真一點 可是他們卻做一個拉回 我手上沒有 我先講 我很愛他們 但是我手上沒有 我也知道他們業績題材都很好 我們是不是等到年後再來買 對不對 沒有把握 沒有理論基礎沒有建立在籌碼是對的上面去 我先不要碰他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年後有沒有機會 來 先來看大盤 來各位 有沒有彈一波上來 有啦 有啦 沒問題 可是還是處在綠棒 年後會不會變紅棒 年後會不會變紅棒 我認為會 是不是年後就某些低檔的股票 我們再來做搶劲 我剛剛所講的 洪捷科 金財 對不對 穩帽 甚至於原相 甚至於均豪 都是我們之前所做過的股票一拳 我們就慢慢的給他回來了 是不是 我們在年前先不要做太多的持股動作 我還會再加碼年後 我還會加碼什麼 還會加碼為什麼 什麼理由 11塊第一季入帳入定了 只是我看在什麼時候 籌碼對的時候 我再來大力的加碼 是不是 還有什麼股票 華新科 華新科唯一有流 華新科今天還表現不錯 對不對 今天又再加碼了一筆 對不對 清代會員特別會員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要加碼 籌碼是對的狀況下 我就一定帶你去做加碼 我就一定帶你去做加碼 橫向整理給你震給你盪 給你震給你盪 有低點產生出現紅棒 我就給你做買進 所以各位 未來不要說未來 年後會不會出紅棒 我認為會 甚至於這個行情持續創新高 在牛年當中 有沒有可能產生 對我來講那叫一定的事情 所以各位我不是看空 是在什麼樣的時間點 在那個時間點還沒有到的時候 時機沒有成熟的時候 理論基礎還未達成所謂的定論之時 我們持股不要這麼多對不對 我們不舒服我們不要買 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對某些比較有把握的股票 題材是還沒有產生的 Story還沒有產生的 我們怎麼樣 我們後面再來加碼 後面再來買多一點 現在此時時刻 我們不要貿然進場 不要聽到什麼 人家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懂我的意思嗎 好來鏡頭照我 老師 此股現在有了該怎麼辦 趕快來問 年後可以做調節了 謝老師一樣幫你做調節 年後可以怎麼樣 調節了以後去買別的會大漲的股票 這樣不是很好 隨便開盤 開盤盤第一天全部股票都漲 但是你的股票是屬在籌碼弱勢 是不是在那個時候把它退出來 退出來以後再去買其他會漲的股票 這樣是不是很好 玉金光也跌很多了 光學類股裡面還是有東西可以減的 被動元件裡面還是有股票可以減的 散熱的股票 今天有點可惜了 我這次又沒買到 如果買到又大錢了 對不對 普惠小智對不對 如果買到又大錢了 散熱裡面也有保 有什麼很多什麼泰塑 對不對 好久沒動了 雙紅套了一堆人 該怎麼辦 操縱 怎麼從有量到沒有量 從熱門股變成怎麼樣 變得冷門股 沒人要插一天幾百天而已 這樣的股票後面有故事產生發生 能夠持續的發酵在題材上面 或者是怎麼樣 業績能夠不斷的在今年創新高 這是不是一個機會 對不對 5G裡面大5G 謝老師所講的2345的智邦 一路從70幾塊追蹤 我說會到三位數字 結果現在200多塊 遇到一個這樣子的股票 遇到一檔這樣的股票 長線 波段 短線 你要做調節 你要做加碼 都是非常好的標的物 會不會在年後產生 我跟你保證一定會 來 先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想問什麼股票 你就問什麼股票吧 包括你手上的股票 小老鼠hotmoney888 小老鼠hotmoney888 不要忘了這個資金的動能 不要忘了 現在外資在台股的投資水位 畢竟都還沒有撤出去 如果在這個過年當中 我們不要說好或壞 我們就說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要有特別的新聞 那就是好新聞 為什麼 投碼都是處在很巔崩的狀況下 這個時候對某些股票拉回來的時候 反而是買進點 甚至於是加碼點 你就不要放棄它 好公司繼續往前走 好的業績停收繼續往前走 好的題材 好的基本面繼續往前走 股價在創造來回正當的低點過程當中 就不要忘記它 再說一次 洪捷科 穩帽 精彩 哎呦 雍智科也很好 金星科 有都沒管 這都我們做過的股票 原相欲金光 被動元件裡面的國具華心科 有很好的機會 今年啊 牛年啊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所以各位都是朋友 來看一下吧 什麼股票 什麼股票能夠產生這樣的狀況 來來來來 這個 三年不開張 開張吃三年 車王店 十年叫做長榮 十年叫做陽明 對不對 車王店三年不開張 開張吃三年 就短短的一個半月時間 可以從二字頭變到七字頭 是不是 3169的亞信 你會認為說這兩個禮拜還在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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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認為這個禮拜還在漲no no no 前面就已經大漲一段了 什麼叫買點 什麼叫買點 底部5K之內出現連續的買點 其實加碼點出現買點 多少錢 三字頭 現在七字頭 3264的全新 你會認為說老師 這個禮拜才在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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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就在強了 11月就在強啊 11月份就在強了 好嗎 4915的自貿 來來來來來 已經強了四個禮拜 可是你今天才看到他 為什麼 你看有人去買他 價格浮動很快 有時候大漲你才會注意到他 錯 人家早就提早在佈局了 哇這個大標股 6485的點續 來來來來來 一樣 你會認為這兩個禮拜才會飆錯 11月就在怎麼樣 就在醞釀了 12月就在醞釀了 到了1月又再醞釀一次 現在拉上來只是在做噴出 8358的金居 這張股票真的是很皮的 很滑溜的 什麼又很滑溜的你知道嗎 上下震盪政府非常的大 來來回回洗刷刷 刷到你沒有信心你賣掉又漲上去 什麼叫古溜 我們曾經試圖要去買他好多次 掛的價格都很漂亮 都差一點點 都差一點點 是不是有一套好的工具 是不是用理論基礎 用籌碼來看你會比較一目了然 為什麼 他在古溜的過程當中有沒有變綠棒 他在古溜的過程當中有沒有變綠棒 都沒有 是不是 反而是籌碼比較弱勢的 碩河 穩茂 信邦 建設 環球金 中美金 說不定年後有買點出現 說不定年後有買點出現 好多股票 分別在不同的時間點 出現了好多好的機會 各位我可以等你 但是股票不會等你 時間不會等你 年後跟著我們一起來賺好不好 來 再說一次 免費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小老鼠 Hotmoney 小老鼠 Hotmoney 最後 祝大家在今年 在牛年 在奔牛年 每天都賺錢 每天都大賺 每天都平安 每天都喜樂 好不好 我們明天見 明年見 摩爾證券頭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